哈囉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電玩宅樹沛 我是主持人寶兒 萬眾矚目的英雄聯盟世界大賽小組賽事 在本週也結束了第一輪16強的賽程啦 那在這一年一度的經典賽事中呢 到底這次又發生了哪些精彩又具話題性的內容 就趕快跟著宅樹沛一起來看一看吧 英雄聯盟第七屆世界大賽16強的小組賽事 上座在中國 武漢 火熱開打 在第一天的賽程中 台灣隊伍 AHQ 與中國妓女EDG 就打了一場近54分鐘的比賽才分出勝負 其中 AHQ 的中路選手西門葉說 更是拿出了令觀眾都感到意外的反甲酷氣抗壓 最終靠著打野 Mountain 九筒各種神兆的帶領下 戰勝了中國 LPL 的第一種子EDG 雖然之後遭到北美隊伍 C9 以及擁有三屆世界冠軍的 SKT 所擊敗 但 AHQ 也是在這一系列的比賽中 打出了該有的風采 目前一勝二敗佔據小組第三 另一方面 被受期待的台灣隊伍閃電狼 在第一場不慎輸給了北美勁敵 TSM 之後 又接連敗給了歐洲兔子隊 MSF 以及中國第三種子 WE 現在面臨淘汰邊緣 其他賽程方面 在 C 組完全不被看好的越南隊伍 GAM 卻在小組賽拿出冷門的夜曲打野 初期招式的擊破了第一屆的冠軍隊伍 Fnatic 而被受關注的中國隊伍 EDG 在第二天與王者 SKT 的對決中 眼看保有極大優勢就要獲勝的他們 卻在中路遭到 SKT 開了一波神一般的零幻四團戰 遭到逆轉 搭配上後續又輸給了 C9 目前也是零勝三敗 戰績岌岌可為 本週結束的賽程 A B C 三組分別由 SKT 龍珠 與 RNG 以三勝零敗的成績取得領先 而第一組則是由 NSF WE 與 PSM 取得兩勝一敗戰績 目前並列小組第一 第二週賽是已於今日中午展開 將分四天比賽決定出四組前兩名隊伍晉級8強 大家不妨可以收看直播 繼續為自己喜歡的隊伍加油唷